早安 今天是21号 11点 退房 今天计划去石膳 去罗芳博的故居看一下 大过年的街道本身就挺冷清的 现在还下起了雨 弄得好凄凉 我自己一个人在大街上背个抱 这个微信里面的小程序都非常的方便 前两年下一个叫车来了 可以看到这个 通交车目前的动态 你好 去石膳 没有人呢 车上竟然都没有人 不正式 我让我们来 靠浮沙 靠浙 不正式 靠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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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置课 靠浙 车辆运行中请站稳扶好 下一站新城门楼 现在12点10分刚下车 司机说因为今天过年可能回去的车 发车比较早 3点半就最后一趟 刚才是11点半在梅州的农业银行坐的车 40分钟就到石山镇了 可能是因为今天上下车的人少 然后再加上过年接上车也少 所以可能比较快 平时可能更久一点 然后车上坐一位女士 她讨厌是这边的人 然后我一下车就问我 一开始我是外地人 问我要去哪 然后她也不太熟 她就给她妈的电话 还在问这个罗芳博顾及怎么走 这邓小姐跟她妈都出来 一定要出来送我 真的太热情了 走这边 这边都有路标 好那我先去了 哎呀 这运气也真好 你说车上 我那个公交车上一共就坐了三个人 然后这邓小姐坐我后边 她刚才下车她跟我说 她看我 她看我一直在看导航 她就好奇为什么这个人一直在看导航 可是一看我也像外地人嘛 然后她下车 然后她就问我 你是来这里干嘛要去呢 我说我来要去这个罗芳博顾居 她这边初生长大 她都不知道这个不认识罗芳博 然后这个邓小姐回来 也是回来看她母亲 刚才走着 她说你拎这么多东西 问我有没有需要什么帮 可以帮我的 我说要不可以把我这个行李帮你们家 她说没问题 就非常爽快地答应 然后还把她的这个伞给我了 我这来这一路上也看到了好多这个柚子 然后这个村子好像整个村子 也是都是种这个柚子 路边 这应该就是这边著名的沙田柚吧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现在一点半了终于到了 我从这个邓小姐家就是美北中学那边 一路看导航走过来的 用了半个小时 刚才出发的时候12点40 这就是这里了 卢方博纪念公园 卢方博纪念公园 方博公固居呢 面积不大 一走进来呢 就一个天井 感觉非常的舒服 正对着这个大门 就是方博公的灵位 上面写着这个 育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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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这个育章堂不太熟悉 上面写着育章堂 育章堂就代表楼市啊 代表罗市的育章堂 楼章堂的检测就是育章堂 罗市就是育章堂 你看到这一张堂堂 就是楼的 有些是渤海堂啊 或者是南洋堂啊 或者其他堂啊 就是其他姓氏的 每一个姓氏都有一个 有一个这样名称的 原来是这样 对对对 除了这个四间小房间以外呢 现在开放的呢 只有这一间房间 叫总制厅 里边也没有那么特别的东西 也挂了一些照片 挂了一些照片 挂了两个 然后这个 这个房子里边 几乎所有的墙上 都挂满了一些 介绍方伯公的史记啊 还有国内的 这个方伯公的子孙们 还有这些海外的侨胞 等等一些 为这个修建这个故居 流传这个方伯公故事 一些做的一些贡献 这些年 其实这三年比较难嘛 都是因为疫情 对对对对 之前就修建好以后 嗯 来就是来看这个方伯公的人多吗 多 你看一下哈 有马来西亚吉仁波的哈 这个是楼齐光博士 还有印尼东方的那些住在当地 就是那个 路方园 对对对对 还有很多的 有那些马来西亚的 其中这里 这个马来西亚 古井卢商庙的 旅事会们都来 哦 这几年是因为疫情 所以这三年来 没有人来 没有人来 没办法疫情 因为我们在美国 疫情控制的比较严格 嗯 直到现在才 才对外开放 嗯 我好像刚才看见您住旁边是吧 啊 那我就住在那里 那您也姓罗吗 对啊 哦 我们是罗芳博的第九世生 第九世 第九代了 对对对 哦 我老公第九世了 然后我们现在还有孩子啊 什么的 就是一代成了一代 哦 这有年来吧 原来还有子孙住在这边 有啊 那就是还多吗 罗芳博的后代 封部在各个地方 呃 广东啊 呃 还有陕西啊 各个地方都有 哦都有 这是他 呃 封部留下 他他他 他儿子的后遗 那这边现在 是由您来管理吗 哦 我们也就是 平时打扫打扫而已 哦 就过来打扫打扫 对对对对 因为我家住的比较近 打扫起来也比较方便 哦 就是这样 哦 平时打扫打扫 今天呢 今天呢 今天子公 哈哈 因为我客家人有 有那种 祭祖的习惯 嗯嗯 对 那我就已经进好了 看见这上面摆了十杯 是茶吗 还是 哦 茶跟酒 茶跟酒 对 哦是是这边的习俗 对对对 这边的习俗就是 茶 就好像接待人物一样嘛 你一来到首先就是泡茶喝 对吧 然后就是吃不的时候才喝酒 哦 所以茶摆在前面 哦 这是您家的孩子吗 没有 我家老了 那是第十代了 对对对对 哦 你多大了 几岁了 九岁 九岁 你叫什么名字 罗杰 罗杰 如果到这个方波公故居呢 呃 有两只狗冲出来 不用不用害怕 这口 哈哈 非常友好 非常友好 非常好客 时间差不多了 该往回走了 三点半最后一趟车 以后有机会就来哈 哎好 谢谢您好 那我走了 那行 哎再见 拜拜 拜拜 双好时间了 别无了 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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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吃饭 说饿了 我说我不饿 然后我们也快走了 三点半 现在都三点了 然后就又拿了这个 这个板 年糕是糯米呢 这个也是糯米做的吗 这个不是 这个是吃饭的名字 叫粘米 啊叫粘米 年糕是糯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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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哦这个板是用粘米做的 嗯 微甜 然后非常的弹 挺好玩的 哎好吃 好吃啊 哎 这为什么是红色 它是用了那个 其实那个东西也是糯米做的 嗯 吃完它糯米做 给米尿做出来 它那个红色的也是用米做的 然后它弄成红色 然后上 用来上颜色 但是它是米做的 哦 红色也 我们叫麒 那个麒 啊麒 但是不知道你们怎么 你们 你们不一定有 然后我也不知道讲的 不要不不要 嗯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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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话怎么讲 哈哈 好吃啊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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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的就是 很甜的 这是沙田柚吗 嗯 对沙田柚 哇 太不好意思了 阿姨又给拔了 拔了一个柚子 孙小姐 你今天就一天时间 过来看看她父母 还在这个医院这里 帮她们干活 这是你们的棉糕 嗯 这就是棉糕 哦 哎呀 这么多 哎呀 不怕 再来吃一块 这里呢 哇 这么这么大啊 啊 不不大 啊 我没拿棉 这里边都有什么 没有什么 糯米 糯米 黄糖 黄糖知道不 红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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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糖糯米 然后有那个芝麻 白芝麻 哦 这是蒸的是吧 蒸的 蒸的 我来尝一下 哇 这种口感是第一次 很紧很黏 嗯 然后还很痰 因为昨天蒸的 所以那口感很好 哦 软软的 这可以放很久吗 但是放久了 它会变硬 变硬了以后 要吃就或者拿来蒸 或者拿来煎 煎 哎 现在吃很好吃 因为昨天刚吃 哎 好吃真的非常好吃 很软很默 我朋友 我觉得白芝麻就很香 哎 真的 之前我妈没有放白芝麻的 啊 是吗 一天慢慢放 一天慢慢放 那吃吗 吃起来好吃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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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也是微甜 这边的东西不是特别的甜 也是微甜 你拍给你看 我拍给我自己 哈哈 哈哈 我拍我一般会拍这个西瓜还有B站 哦 西瓜是你 嗯 就是你有做这个自媒体 嗯 对 阿姨我们走了 啊好 希望有机会我还能来看你 拜拜 谢谢你 希望有机会还能来吧 来了你就不来了 哈哈 以后肯定不来了 嗨 嗨 你经常回来吗 我 我 反正我有空就会回来 嗯 没空就会可能两三个月会一次 有空了我还会长 我们走到这边了 那一亂是名的 快点 你的 你的 你